毕竟是从家里吃了晚饭刺啊过来的,所以在大表哥这里,暖暖只吃了些菜,就这样,肚子都被吃得圆滚滚的。 他抱着自己的小肚子坐在懒人沙发上折,白白净净的脚丫子搭在乐乐身上蹭了蹭,整个人都懒洋洋的。 做饭是白墨叔做的,洗完的时候,白墨华就积极地跑去厨房洗碗了。 洗完后出来,和暖暖排排坐着看狗血连续剧。 看着电视剧里女主虐的场面,表兄妹两个都感性地哭起来了。 纸巾一张一张地抽着擦眼泪。 白墨叔和顾安在旁边就很无语。 哭什么,都是假的。 白墨华呜呜,哥你不觉得女主超级可怜吗? 白墨叔异常冷静地回答并不觉得。 白墨华哥你没有心,你看我和暖暖都哭成什么样子了? 哭成狗的暖暖在旁边很难不赞同地点头。 白墨叔看了电视里一眼,因为误会男主不爱自己,只是拿自己当替身。 女主大半夜神情恍惚地走在空无一人的街道上,天空很烘托氛围地下着雨。 他冷静地分析,他太感情用事也太蠢了。 这种情况,我建议直接分手,只是我们国家的总人口数量就是十几个亿,男女比例为2比1.6。 按照他自身的条件,想要找一个和他过日子自身条件好的男人并不困难,这种掉在一棵树上的行为要不得。 另外,在这样下雨天还是深夜的情况下一个独身女性走出来,你们知道多危险吗? 暖暖你记住,以后遇到这样的人,你就直接给哥哥们打电话。 我们可以去帮你揍人,然后接你回家,千万不要在这样的情况下,自己跑出去,那样对自己的身体太不负责了。 暖暖,白墨化。 不知道为什么,原本很伤感的剧情,在你这一通分析下,他们突然就不想哭了。 故安哪个龟孙子,要是敢让我妹妹伤心我,揍得她生活不能自理。 白墨书冷静地点头,并且和自己的小表妹道所以,外面的男生,大多数都是不靠谱的。 要不然暖暖你这辈子都在家里吧,哥哥们养你。 暖暖,我谢谢你了哥。 白墨化抱着抱枕嘟囔哥你说的一点都没氛围感了。 不过后面这个提议,还是很不错的。 暖暖抱着一只猫懒洋洋地看了哥哥们一眼,没敢吭声。 在顾南回来之前,原本《虐恋情深》的偶像剧,已经在白墨书冷静的分析点评下,变成了安全教育节目,以及普法栏目。 后面暖暖和白墨化都已经没法直视这电视剧了,更不要说哭了,完全哭不出来。 暖暖哥哥我们还是看动画片吧。 白墨化点头很难不赞同。 然后果断换节目。 顾南来到公寓之后,直接往白墨书的房子这边来的。 暖暖来这里之后就发消息给大哥哥告诉他在这里了。 穿着深蓝色衬衫的请您走进来换了鞋,精致可爱的小姑娘就冲过来抱住了自己的大哥哥。 大哥哥,你现在才下班呀,有没有吃晚饭? 顾南抱了抱自己的妹妹,揉揉她的头发,冰冷的生线,低沉又透着特殊的柔意。 还没有。 暖暖拉着他单造的大手往屋里走,我们给你留晚餐了,大哥哥快去吃饭。 像是生怕他会饿着了一般,暖暖跑来跑去的帮忙端菜盛饭,那样子就差亲自把饭都喂到自己哥哥嘴里了。 哥哥你快吃,还热乎着呢,暖暖就坐在旁边,双手撑着下巴眼巴巴地看着他。 顾南接过筷子吃饭,时不时地投喂一点蔬菜到他嘴里,跟只小仓鼠似的。 等顾南吃完后,暖暖还殷勤地给他捏捏肩膀,跟一只好勤快的小蜜蜂似的。 这一天的疲惫在妹妹的关心下都消散了个干净。 暖暖这天就直接留下来在公寓这边住下了,睡大哥哥那边的,这边还给几只宠物都存了粮食,完全不会担心第二天会饿着他们。 第二天一大早,顾南起来晨练没多久,暖暖也睡眼惺忪地醒过来了。 他揉着眼睛嘟囔着说,要和哥哥一起跑步。 公寓这边,顾南又一个器具很完整的健身房,小少女扎着高马尾,穿着一身运动服,在跑步机上不紧不慢地跑着。 乐乐在健身房里走来走去的,大黄不乐意巴拉了,挤下他的衣服。 好吧好吧,我们去外面跑步。 顾南也停下了自己的健身运动走吧我和你一起。 牵着两只狗,身后跟着几只猫,出门的时候正好遇到了要出去扔垃圾的白墨书。 他推了推眼镜,眉目清冷的青年如画卷一般好看。 一起。 暖暖最开心了,蹦蹦跳跳地走到大表哥身边。 大表哥一起跑步啊。 然后就变成了三个人一边遛狗遛猫一边跑步锻炼身体。 住在这边的人挺多,可不像是老宅那边一样,别墅占地面积广。 跑一圈下来,基本都没遇上什么人。 他们在这边跑步不过一会儿的时间,就遇到好些人了。 而且很多美女都青春洋溢地和自己的两个哥哥打招呼。 暖暖小脸茫然哥哥他们都是谁啊? 看起来像是熟人的样子。 两位哥哥都面无表情,不知道,不认识。 暖暖。 晨跑之后,暖暖和过安吃完早餐就要去上学了。 今天才算是真正开学的第一天,暖暖和过安早就把该预习的内容都预习了。 此刻老师讲解起来就很容易懂。 下课之前,老师布置好了作业才离开。 顾安一下课就跑出去,和新交的好哥们一起出去玩了。 现在的男孩子都正是爱玩的年纪,上蹿下跳得虽然惹人烦,但却活力四射。 拥有社交牛逼症的顾安如愿以偿地成为了班上的班长,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。 暖暖什么都没竞争,他就想偷偷懒,却也得了个学习委员的职位。 学习委员每天要做的事情,就是,早自习的时候,带着班上的学生一起晨读,有哥哥帮忙,大家也不会欺负他,很给面子的,每天早上跟着晨读。 任务倒是不重。 这天轮到他们组打扫卫生了,顾安将最轻便地擦黑板的活交给他,自己扛着扫帚,就开始吭哧吭哧地扫了起来。 暖暖擦完了黑板,就去帮忙整理桌椅。 学习委员,外面有人找你。 暖暖应了一声,踩着小白鞋跑了出去。 顾安谁找我妹妹? 不认识,看他穿的校服好像是个高中生。 顾安你们自己先打扫着,我出去看看。 顾安连忙跑了出去,高中生? 哪个高中生还来找他妹妹? 等出去的时候才看见了站在自己妹妹对面的少年。 高高瘦瘦得如青竹一般,干净清冷,此刻将一封信和一个小小的礼物盒子递给了妹妹。 顶声呀,我还以为你不来找暖暖了呢,明天我也去找你呀,不过我要下课了,才能去找你哦。 谢顶声,不用,我来找你就行。 暖暖,可是我想去看看顶声的学校,还有你的班级呀,顶声有没有和同学们好好相处呀? 小少女和谢顶声说话的时候,老气横秋的,看着好笑,又透着几分可爱。 谢顶声眼皮子跳了跳,如果这小家伙别总是以长辈自居,那就更好了。 顾安店锅当地走狗来,原来是你找我妹妹啊。 忘记谢顶声在上高中了。 顶声,你们学校好玩吗? 听说你们学校还有游泳课是不是? 则我也想要游泳,可惜我们学校没有。 谢顶声等你上高中就行了。 顾安撇嘴,那还有三年的时间呢,我能去你们学校上游泳课吗? 谢顶声面无表情地回答,不能。 顾安,不能就不能。 谢顶声和两人告别后,很快就离开了,他们也很快打扫好了卫生,就准备走路回家。 暖暖自觉,现在自己已经长大了,都不要家里的司机来接他,自己和哥哥走路回去,还能锻炼锻炼身体。 家里人也很尊重他的选择,多走走对身体好。 兄妹两个,舔着碎冰冰,不紧不慢地往家走,顾安忽然道还是去买辆自行车,这样哥哥就可以骑着自行车带着你回家了。 暖暖点头,嗯嗯,好。 忽然他走着走着顿住哥哥,你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? 顾安茫然地压了一声,然后认真的听了会儿。 卧槽,好像有人在前面打架。 暖暖那我们要不要报警啊? 顾安认真的思索着你在这里等等,我先去看看情况。 我还是和哥哥一起去吧,哥哥给。 说着,将一块板砖递给他保护好自己,顾安,你哪来的? 小少女指着不远处的地方,那边花坛缺了个大口子要修补,一小堆沙恶化一些板砖都放在那儿呢。 兄妹两个手握板砖悄悄走过去,看见的就是在一个巷子里,一个少年被好几个不良少年包围住了,而且还特别不要脸的多打一。 暖暖哥哥我们还是报警吧。 顾安点头行。 他们刚打通了报警的电话,却见巷子里的形式完全反转了过来。 那个少年看着瘦弱,但是打架的动作却是干脆利落,又透着一股子很绝,愣是把那些包围他的人都给收拾了。 这里是110,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? 暖暖张了张嘴,正要说什么? 巷子里的少年就一个猛的砖头看了过来,那眼神像是一匹孤狼一般,凶得很。 暖暖? 没,没有需要帮助的了。 啊这,都答应了,应该是不需要报警了的吧。 双手抱着板砖的暖暖小朋友,傻乎乎地想着。 那少年垂眸,看了那些在地上哀嚎的人一眼,然后弯腰捡起地上的书包,就要离开。 过安,或长风。 暖暖,这名字有点耳熟,啊,不是自己班上的同学吗? 那个坐在最后,经常打瞌睡的人。 每个班上总会有那么一两个奇奇怪怪的人,他们班的霍长风,就是其中一个。 性子很奇怪,每天都是独来独往的,好似有永远睡不完的觉一般,每天一到教室就睡觉,从来都不和人打招呼交流。 倒是没想到他打架竟然这么厉害的。 过安带着暖暖追上去兴致勃勃地追问,看不出来啊,你看着瘦巴巴的打架,竟然这么厉害,哎你别走那么快啊,咱们好歹也是同学,你说说话不行啊。 霍长风声音冷淡,还透着点不耐烦没什么好说的,我们不是一路人,你们离开吧。 故安什么不是一路人啊,这不都是人吗? 暖暖意不意趋地跟在哥哥身边,走了好久才发现他们俩还抱着板砖呢。 哥,哥,板砖! 故安呕了一声给我,放在这边吧。 故安随便找了个地方放下板砖,然后继续跟着霍长风。 两人就看见他并没有回家,而是往一个水果店内走去。 小货来了,水果店老板正在招呼客人那正好,现在正忙着,你快去换衣服吧。 嗯,霍长风离开了,故安挠挠头,听那称呼,这里不像是霍长风的家呀。 两位来买水果的,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。 水果店老板热情地招呼着他们。 故安摆手不适,我们是霍长风的同学。 哟,你们是小货的同学啊。 故安点头还是给我们来点说过吧,妹妹你想吃什么? 荔枝,香瓜,车梨子,山竹。 这水果店内的水果都挺新鲜,暖暖选了好几种水果,故安一股脑地买了不少。 店老板看得顿时乐开了花,不自觉地就和他们聊起了霍长风。 小货这孩子人品挺好,就是运到不好,摊上了一个毒鬼老爹,家里,除了他那不靠谱的毒鬼老爹,就只有一个上了年纪的奶奶。 这小货啊,小小年纪,就得出来打工,不仅得自己养活自己,还得养他的奶奶。 故安和暖暖,听得眉头都皱起来了,没想到霍长风家里的情况,竟然是这样的。 老板,带着身色围裙,身形消瘦的少年走了出来,他脸上还带着淤青和伤痕,应该是之前和那几个不良少年打架的时候留下来的。 你去忙吧,我来招呼他们。 老板笑着点头,离开去招呼其他的人了,霍长风黑沉沉的毛子盯着两人,手上动作俐落地将东西都称重包装好。 一共374元。 故安呕了一声,拿出手机,少了付款二维码。 那个,我们就不打扰你了呀。 霍长风淡淡点头慢走不送。 暖暖走到一个药店的时候停了下来,然后扯了扯哥哥的衣服。 哥哥你等一下,我进去买点窗壳贴和酒精。 故安一听就知道,他这是给谁买的。 行吧我和你一起去。 在故安的想法里,既然霍长风是他们七班的人,那就多多照顾照顾,好歹也算是他的兄弟,他可是个很讲义气的人。 东西买好后,兄妹两人回去水果店,没看见霍长风,他就把东西交给店长,让他帮忙转交。 店长道放心,东西我马上就给他,他现在在里面包装水果呢,要不你们也进去看看。 暖暖摆手不用了,我们就不打扰霍同学了。 说着就和哥哥一起离开了。 拼着这么多东西回去,故安挠挠头没想到霍同学家的情况竟然是这样的。 暖暖踢了踢路上的小石子,他每天都去课堂上睡觉,是因为每天要忙这么多工作吧。 故安点头以后我能帮上点忙的,就多帮帮他。 运一边水果店内,等外面买水果的人不那么多之后,他就提着要去找霍长风了。 这是你那两个同学给你的,可能是看见你脸上的伤口了。 长风啊你,还是别打架了,不然你奶奶瞧见了,又得担心了。 霍长风抿唇沉默地接过塑料口袋里的药,没有吭声。 哎,你自己注意这点就好。 嗯。 霍长风没想到,他们会去给自己买药。 他捏紧了手里的袋子。 兄妹两人拎着水果回家,这些水果虽然没有暖暖农场的好吃,但是味道还是很不错的,而且还很便宜。 第二天上学的时候,霍长风又是踩着点到学校来的,眼底有着清黑,一到后面坐下,就趴着睡觉。 早自习下课后他才醒过来,然后拿着十几块钱到暖暖他们这里。 谢谢,昨天的药。 他脸上还贴着窗壳贴。 不用给钱的,那些东西不值钱,我们是同学,只是给你买了点药而已。 霍长风没说什么,只是固执地将钱放下离开了。 暖暖愁眉苦脸地看着那十几块钱。 有过贫穷经历的他知道,这看着简简单单的十几块钱,对他来说,有多重要。 过安回来知道后,拍拍胸脯这算什么? 看我的。 说着,他就拿着那十几块钱离开了,课间操结束后,和班上的几个男同学拎着大包小包的东西来到班里。 本班长今天请客,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,想吃什么东西的,都过来拿呀。 去班所有人,顿时都欢呼了起来。 班长万岁。 除了霍长风趴在桌子上睡觉,没什么反应之外,其他的人都来了。 之后还是过安拿着几个面包火腿肠,还有一瓶牛奶放到他桌子上。 霍长风醒过来,面无表情地看着他。 过安脸上露出大大的笑容。 兄弟这些都是你的,全班所有人都有你可不能搞特殊啊,说完他就离开了。 霍长风看着桌子上这些东西,到底还是没有还回去,他没有吃早餐,现在本就饿得厉害,直接撕开一个面包吃了起来。 顾安回到座位上,对妹妹扬了扬下巴怎么样哥哥厉害吧? 暖暖给自己亲哥哥,竖起了大拇指。 哥哥好厉害的。 顾安更开心了。 之后上学的时候,兄妹两个都有意无意地关注霍长风,然后发现他每次来学校的时候, 眼底都有些犯轻。 上课的时候,睡觉老师仿佛已经习以为常了,不过他这种行为到底是被老师不喜的。 而且第一次摸底考试,霍长风考的班上的倒数第三名。 这样的情况,老师就更不喜了。 你们听说了吗? 七班那个霍长风是个不良少年,经常出去打架,他在以前的学校也这样,不好好上课,整天就睡觉,还出去打架。 听说他之所以每天来学校都睡觉,是因为晚上去网吧通宵了。 以后可得远着他些,不然被他记恨上了,打我们怎么办? 这种人还来上什么学啊?浪费时间浪费资源。 只是来上个厕所而已,却没想到,就听到这样的议论。 暖暖用纸巾擦干净手上的水,走在那几个女生后面,忍不住出声。 才不是。 前面的女生,都被着突然插进来的声音给吓到了。 暖暖黑白分明的毛子,看着他们霍长风,不是因为去网吧通宵,才每天都睡觉的。 是因为她每天放学后,都要出去工作挣钱养自己和她的奶奶。 至于更多的暖暖就没说了,这毕竟是霍长风的自己家的事情,拿出来议论不好。 你们这样背后议论人不好。 她精致的脸上,表情可严肃地纠正,毕竟都是才十几岁的少女。 被点出来,他们背后议论人这件事,几个女孩都红着脸跑开了。 暖暖见状呼出一口气,然后慢吞吞地回教室去了。 在她离开之后,走廊的拐角处走出一个人来,少年黑沉沉的目光看着离去少女的背影敏唇。 刚才他们的对话,她当然听见了,只是没想到会有人为自己说话罢了。 其实那些女生讨论的话,她都是知道的,在以前那个学校讨论的,比这更过分的都有。 刚开始她也是很生气的,像一匹无所畏惧的狼一般和那些人逞凶斗勇。 但是,这不仅没让那些讨论停止,反而越发多了。 到后面,她就麻木了,她没有那么多时间和那些无关的人浪费精力。 暖暖下课之后,拎着一包自己做的小饼干,往隔壁临成艺中去了。 小哥哥被英语老师留下来了,这次摸底考试,哥哥又偏科严重,语文和英语简直成了重灾区,两个老师每次上课,看着哥哥的眼神都忧怨得不行。 今天英语老师还把小哥哥留下来开小灶,大有一定要让他将英语这门学问提升上来的感觉。 固安都生无可恋了,他们班的老师都好,就是太负责了。 暖暖打算先去找谢景生,然后再回来和哥哥一起回家。 谢景生在高一一班,暖暖软乎乎小小的一致,探头探脑地进入高中学校,就像是一只闯入狼窝的小白兔子一样。 他一出现,就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力。 就连守门的大爷都乐呵呵地看着小姑娘。 暖暖发现他的视线有些怪不好意思的,连忙撒鸭子跑了进去。 今天和景生说好了的,他应该还没有离开吧? 正是放学的高峰期,暖暖抱着小蛋糕,慢吞吞地走在路上,总感觉四面八方的视线都在看自己。 他眼睛水润润的,奶白精致的小脸蛋上透着点点桃粉色的红,看起来更可爱了。 谁家的妹妹吧? 这也太可爱了。 怎么感觉像是小白兔进入狼窝了一般啊? 小朋友像急了我梦想中的娃娃,好想去抱抱。 他应该是来找人的吧? 看起来好乖好萌啊。 偶尔一点点讨论的声音飘到耳朵里,暖暖的脸更红了些。 终于走到高一一般的教室门口了,暖暖松了口气,然后扒拉着门口探头探脑地往里面看。 里面人还挺多,好像在打扫卫生,这一探头正好和一个熟人的眼睛撞上了。 花青瓷卧槽,暖暖你,怎么到这里来了? 是来找我的吗? 暖暖,不是。 花青瓷故作失望的样子好吧,我就知道,在你的眼睛只有你谢失职的存在。 他调侃了一句,就被撞开了,撞他的人也正是他口中的谢失职。 谢景生眉目清冷,淡淡地瞥了花青瓷一眼滚。 花青瓷举双手做投降撞行行行我滚,就不打扰你们叔侄俩叙旧了哈。 说完,在谢景生逐渐目露凶光的眼神下,飞快离开了。 景生景生,这是我给你做的小蛋糕,你最喜欢的芒果味大,还有这个,这个是给师姐的信哦。 暖暖双眼亮晶晶地把东西都交给谢景生,然后往里面看了一眼。 今天是你们打扫卫生呀。 谢景生看着手里的东西轻轻嗡了一声,清冷的眉眼间染上了暖意。 进来玩会吧。 暖暖想想,现在小哥哥应该还没被英语老师放过,便背着小手走了进去, 却不知他在踏入教室的那一瞬间,正在教室的人目光都或光明正大或偷偷地落到了他身上。 暖暖走到谢景生的位置上,扒拉着窗户往外面看,从这里正好能看到学校的路上, 穿着校服的学生打打闹闹地在玩闹。 高中生基本都是住校生,所以现在学校的人还挺多的。